谈判桌下搞小动作 欧委会做法并不高明 环球时报受评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简称中国机电商会 16日晚发布的声明透露 在与欧方就电动汽车 反补贴调查的相关谈判中 欧委会在与中方磋商的同时 又单独与部分企业 进行价格承诺谈判 中国机电商会对此表示明确反对 认为此举将动摇谈判的基础和互信 给双方磋商带来干扰 我们认为这一细节绝非小事一桩 不仅关乎欧方的信誉 以及其对基本谈判规则的尊重 也关乎这一重要谈判的走向 这次谈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不仅关系到此次所谓反补贴调查的结果 还很可能成为产业升级变革浪潮中 中欧利用规则创新解决贸易问题的一个开端 因此中欧双方对此都很重视 自9月20日起的20余天中 中欧技术团队在布鲁塞尔进行了八轮密集磋商 经过艰苦努力取得了重要进展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向环球时报透露 会谈持续了约50个小时 中方团队在中秋节和国庆节假期期间 一直在工作 针对欧盟方面提出的技术问题 提交了超过27500页的材料 在磋商中中方充分听取中欧业界诉求和意见 多次提出务实的建设性解决方案 展现了最大诚意和灵活性 但令人遗憾的是双方目前仍存在重大分歧 未能达成均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根本原因在于欧方没有拿出真诚的谈判态度 言行不一 甚至搞出阴阳谈判的伎俩 中国机电商会最新透露的细节就是典型例子 包括在华欧资企业在内的12家汽车企业 以授权中国机电商会提出代表行业整体立场的价格承诺方案 这是中欧谈判的基础 但欧委会却想搞单独约谈 试图通过一对一谈判 瓦解分化中方诉求 以此获得不正当的竞争优势 这一做法暴露出欧方的投机心理 必须要说这种小聪明既不体面也不高明 更不会奏效 我们注意到尽管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将于10月底生效 但欧方仍通过各种渠道表明 谈判可能持续更长时间 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日也表示 即使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生效 与中国的谈判也将继续进行 这一态度实际上反映出欧方很清楚 如果按照现有的方式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 将损害欧洲的利益 加税策略必将反噬 德国总理舒尔茨此前抑郁道破 这就是为什么必须继续与中国进行有关电动汽车的谈判 因此继续谈判绝不是欧方对中方的某种宽大 双方的谈判地位是平等的 欧方需要对此有清醒认知 实际上无论是从产业角度 还是从市场或者说市场发育的角度 中欧妥善解决分歧 有利于各方利益 这个道理是明白着的 早在调查开始前 试图操弄关税来保护本土产业的做法 就没有在欧盟内部获得一致支持 初步裁决出来之后 反对的声音就更明确了 据舒尔茨透露 欧盟27个成员国中 有17个国家不支持这项政策 贸易保护主义走不远 也不会取得好的效果 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中欧都希望谈判能取得成功 然而谈判成功的关键之一 就在于各方能够信任彼此的诚意和承诺 欧方要放下短期利益的考量 以长远角度来促进双方 在全球化时代的深度合作 全球电动器车产也不是零和博弈 未来市场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很大 合作是破解中欧电动汽车产业补贴问题的唯一方法 希望欧方正式尊重中方的诚意 一心一意回到平等谈判的正确轨道上来 否则只会导致贸易摩擦升级 影响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中国和欧盟作为世界上的两大经济体 有责任通过合作解决分歧 而非制造对抗 目前中方已正式邀请欧方 尽快派技术团队来华 继续下一阶段面对面的磋商 并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 中方拿出了通过对话磋商 妥善解决分歧的最大诚意 与此同时 中方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决心 也绝不会改变 这是欧方必须认清的两个现实 欧方必须认清的旗子